一样的 一样的痛 曾经的困难 我们留在心中 一样的心 一样的重 未来还有梦 我们一起开空 说起着说 不肯迷惑 往手向前走 当世界之后 我们都是中国人 说起着说 不肯迷惑 往手向前走 当世界之后 我们都是中国人 说起着说 不肯迷惑 往手向前走 好 这个时候 我们要进行一个 简单而隆重的开展仪式 是的 首先 我们可能要有少少的道具 是的 当然 我们也要邀请 我们今天的主礼嘉宾上台 进行开展仪式 接着 我们有请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女士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 林瑞麟 太平新市 中联办青年工作部副部长 张春生先生 全国人大港区代表 菲菲女士 教育局副秘书长 陈嘉琪博士 和民政事务局副秘书长 雷热玉女士 还有我们的youth.gov.hk的代表 蔡杰鱼女士 南方影业有限公司经理 林云华女士 香港青年协会会长 黄家纯 太平新市 和我们香港青年协会总额市 黄廖明博士 准备 一 二 三 祝福祖国 六三 没错 没错 我们在这里祝福我们国家建国六十年 准备 一 二 三 祖国祝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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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耶 我们刚才其实也有提过 黄博士也有提过 我们会有一位嘉宾上台和我们分享一下 用他第一身的一些经验和我们分享一下 他心目中的祖国是怎样的呢 好 事不宜迟 我们邀请这位嘉宾好吗 没错 就是废菲女士 有请 有请 废菲女士 很多人喜欢用翻天福地去形容中国的变化 我是接受这样一个观点的 但我以为中国的成就是没有单纯用数字去量度 中国的崛起是创造了一个古老的民族 伟大复兴的 独特的 成功的模式 引起了西方各国 甚至在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关注 面对着这个成就 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中国人 都会从内心深处感到兴奋和自豪 究竟中国的进步和发展 又能够带给我们 特别是青年学生 什么样的启示呢 我是六十年代去北京读书的 很多人都说 这个肯定是你父母的安排 其实不是 我当时就好像一个 在一个笼子里面飞出来的小鸟 很想飞出去看外面的世界 我完全没有想到将来会发生什么 是完全没有思想准备 我就一个人去了北京 当然不到一年半 我就遇到了文化大革命 来得很突然 如果对我们国家来说 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它是摧毁了我们的经济 我们的教育 我们的文化 它那个国家蒙受的损失 是不能够用数字 它是影响到几代人的 但对我自己来说 是一个磨练 我从一个非常柔弱的 因为我学校里面的花名很多 离不开都是 林代玉的称呼 所以我能够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当中 得到一个这么大的转变 我可以举几个例子 文化大革命开始来得很突然 我突然间有一次在操场 其实我完全是学了大陆的打扮 我穿的那个花裙是我自己乱起来的 花宝家买的布 是很随便的 我穿着一对梁鞋 赤着脚的 上面穿着一个军装 当时是很流行的 居然有一百个 可能比这个数量多的红卫兵 围着我 和我揮舞舞主席的娱乐 就说看你的样子 都不是想走革命的道路 走和功龙兵相结合的道路 当时围观人很多 就是教学楼、宿舍楼 上面 露台上都站满了人 没有一个人出来为我辩护 当时我就是很气愤 我记得我有两天不肯吃饭 不肯见人 但很快就想通了 我自己很清楚 我要走什么路 我能够从香港 一个人去到北京 就已经说明了一切的问题 不管你们怎么看我 我都无所谓 就是在84年 里根总统访华的时候 我是中方的折代人员 当那天里根的专机 去到西安 机场停机的时候 一个很受削的 可能都不够我这么高的 一个新华社的县西分社的记者 冲破了当时双方协议的界线 走去拍照 就被特工的特工人员 捉住他的山顶 把他一手扔出去 当时我是用中文很厉害 我从来没那么兇 就跟他说这个中国的领土 就算他做得不错 你是没有权用这种方法 粗暴地对待我的中国人 当时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和我站在一起 我身上有带着白工给我的近将 所以他们没有对待我 我是做了准备 因为他们为了保护他总统的安全 可以和我採取他想採取的行动 我是做了准备 在一个六尺的大汉面前 我只能够用我的牙去保护自己 我去咬 如果你要对我动粗 我就去扑上去 我要这样做了 保护自己 因此就影响了这个船梯的 影响了利根他们的随行 的队伍落机 我这样的做法 就给我们的公安 中南海的保镖 一个很大的鼓舞 由此开始 他们对美方一起不合理的要求 比如那些厕所 一定是封锁 只是给利根 连美国的务卿都不能够 中国陪同团的团长也不能够进去 电梯是封锁了 是给利根上 你中方好 苏伊兹好 美国的国务卿好 都不能够进去 但我们就是用其人知道 还是其人 增锋相对 那么 国务院的白宫 最后都跟我说 你们做得太好了 为我们出了一口气 因为白宫的特工 是太过有恥无恐 那时候公安部长就跟我说 你处理得对 还有开玩笑 你应该加入做军警 我要说一段 即是外交人员 不只是会说英文 不是有礼貌就可以了 你一定要有高度的责任感 有坚持原则的精神 还有事实是以国家的利益为重 那我呢 就想在这里 就quote 温家宝总理 最近在建桥大学一段说 用发展的眼光看中国 就因为中国在这儿变 就因为世界在这儿变 中国都在这儿变 现在的中国 早已经不是很多年前 封闭落后的旧中国 也不是30年前 贫穷僵化的中国 多去中国走一走 看一看 了解今天中国人想什么 关心什么 有助于你们 认识一个真实的 不断发展变化的中国 最后就是我自己的结束 我建议 同学不妨可以 或多或少 放下 存在你们的意识里面 一些对中国的误解 我不说成见或者偏见 因为你们年轻 不能够这样去武断还你们 有些不清楚 有些误解 有些疑慮 打开你们的心肥 去观察 去聆听 用这个方式去认识 还有理解我们的国家 拉近自己和国家的距离 最终找到自己的定位 好啊我们很多谢沸菲女士 谢谢 谢谢 与福利